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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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15日 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福建江西两省严重暴雨洪涝灾害 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指导救灾工作 15日 世界女排联赛菲律宾战比赛中 中国女排3比0战胜比利时女排 香港邮政15日消息 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为提的特别邮票 及相关邮品将于6月30日推出发售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原党组书记 局长张务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上海外国与大学15日消息 网他人杯中投意五学生银某某已被开除学籍 并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 综合美联社和当地媒体报道 微软公司于15日永久关闭IE浏览器 西班牙政府15日发布法令 西班牙将从第三方国家 经该国进入欧盟和深耕区国家的限制措施 延长至当地时间7月15日 下面是服务信息 近日安徽、河南、甘肃、浙江、福建、河北、贵州等地重启此前 因疫情而暂缓的2022年度公务员招考比试 多省份将比试时间定于7月9日至10日举行 中央气象台15日18时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预计16日白天 华北南部、黄淮以及西北地区东部、新疆南疆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 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其中 河北南部、河南大部、山东西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 以及内蒙古西部、宁夏中北部、南疆盆地等地 最高气温37至40摄氏度 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中央气象台15日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预计15日20时至16日20时 福建中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大部、广西东部 以及云南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 有大到暴雨 局地有大暴雨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们明天早上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获得允计并、台湾或与屏幕 也就像门客ин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